各位师长、毕业生及家长们,大家早 今天是毕业班同学的大日子 恭喜各位完成了学业 你们将生命中精华的时段投注在高科大学习 今日所获得的丰硕成果 也将伴随你们往更高、更远的地方展翅、飞翔 校长再次恭喜大家顺利毕业 COVID-19疫情已迈入第三年 台湾的疫情尚未平稳 今年的毕业典礼也无法盛大举办 校长透过荧幕想传达我最深的祝福和祈年 疫情打乱了世界的脚步、众人的生活 然而时间未曾因此停止 毕业后的道路等待着各位去闯荡 面对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校长想跟大家分享 面对世界的三种态度 不怕失败 提升自我价值和创新改变的勇气 各位在校努力、学业、精进知识 期待进入职场大展身手 校长希望各位未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 永远不要放弃理想 也不需要害怕失败 因为失败是迈向成功必经的道路 它不是要来否定你 而是给你养分 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 绝对能让你不断进步、超越自我 毕业不是学习的终点 事实上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我们不必什么都会 但是要拥保、开放、学习的心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向下扎根之外 也不排斥学习专业以外的各种能力 因为要妥善地解决问题 需要的不只是专业能力 还有跨领域的能力 融会贯通的能力 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 才能成功达成目标 想在快速变迁的时代不被淘汰 我们要尽量让自己无可取代 做好分类的工作之外 多思考怎么做可以更好 我还能做些什么 甚至勇敢质疑生活周遭的事情 试着分析问题提出见解 那将是你提升自我价值 让自己与众不同的开始 科学家爱因斯坦说 不要试图去做一个成功的人 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也许你会问 成功的人不就是有价值的人吗 爱因斯坦又说 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贡献了什么 而不在于他能得到什么 校长希望各位从高科大毕业的学生 都能勇敢追梦 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 价值所在 英国民作家 迪克森的双成绩说到 这是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个最坏的时代 台湾乃至于世界 正面临许多挑战 联合国宣布的17项 SDGs 203年永续发展目标 揭露我们所处的世界 正面临从贫穷饥饿 性别平权 干净水资源 到海洋保育 永续城乡等多重挑战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 但可以选择要用什么态度看待 刚进入社会 你也许会因为缺乏经验 而感到彷徨 没有自信 校长认为这是不需要担心 没有经验证代表 你可以跳脱框架思考 为体制导入新的想法 带来创新与改变的契机 你可能认为一己之力难以撼天 但请不要忘记 每个人都是一座小宇宙 现在每一天努力 培养累积的专业 未来都会成为 促进社会国家发展的一份力量 这届的毕业生非常特别 是高科大并校以来 第一届的毕业生 感谢高科大的所有师生同仁 攜手努力 从三个学校的你我 一起走向并校后的我们 我们一起奠定了高科大成为 南部首屈一指 最接地气 与产业脉动最紧密的大学 我们的学生不仅拥有专业技术 更兼具人文艺术的涵养 各位在校的优秀表现 师长都有目共睹 离开学校才是实践梦想的开始 感恩启程 逐梦续航 是本届毕业典礼的主题 校长衷心祝福各位 放心大步向前 去撞造属于你们独一无二的璀璨人生 祝福各位 前程是己 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